大家好 我是Live Sk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 巧克力味的双色花卷的做法 这是一款看似复杂 其实特别简单 不需要任何工具的花卷 所以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来做 我今天在面粉中加入了三分之一的全麦面 我准备了两份面团 黑色的面团是加入了可可粉 所有的食材在屏幕上可以找到 我也会将它列在视频底下 为了省力 我是用粗湿激活面的 将所有食材倒进配料桶中 用慢速搅拌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有全麦面的缘故 所以活出来的面团是显得很粗糙 不会太平滑 但是没有关系的 将面团盖上盖 发酵至两倍大 大约30到40分钟 稍微揉一揉排排气 让它变得光滑 然后盖上盖松弛10分钟 将两份面团都分成四份 将每个小面团揉成球形 放置一边盖上盖保湿 我今天总共准备了六倍面的面团 32个花卷的量 所以我们要再次 均匀没有太大关系 每个花卷由四根条组成 每次取四根条达成紧致形 一根压着另外一根 然后将平行的两根交叉 下面的那根压在上面的那一根 在交叉处按压一下 做完四次交叉 然后再反方向做一次 还是下面的那根压着上面的这一根 在交叉处按压一下 最后将四根条的八个尾端全部捏合在一起 压在底部 一个像不扭扣的花卷就做好了 重复以上的动作将32个花卷全部做完 为了增加趣味性可以将四根条的颜色 顺利搭配单色双色的东西 做好的花卷需要二次醒发10分钟 冷水上涕开大火 水开后计时15分钟转中火 关火后蒙5分钟开盖 带有巧克力香味的双色花卷就做好了 可以吃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LivingSky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